谁是毕沙罗,什么是印象派,您听听这忽远忽近的曲子。 印象派音乐大师德布希的作品《宗法少女》就像毕沙罗画里面那些模糊的点线,像不像是文化的冰淇淋呢? 而印象派就被当时的记者们说成是用冰淇淋涂成的风景画。 印象派最大的发现就是,阴影居然不是黑的。 毕沙罗的这一幅粉牡丹,你仔细看桌上的倒影就能够发现有紫黑,红黑,蓝黑等等。 毕沙罗一辈子都很前卫独到,而这一幅《厄哈格尼我窗外的景致》跟秀拉一样,他决定要尝试一下不一样的点描画法。 但这两位画家的创新作品却被放在沙龙的角落,连印象派的画家都不支持。 《厄哈格尼我窗外的景致》一百多年了,现在看此画依然很前卫。 今年夏天来故宫捕捉印象派的光影。